我想问一下张哲瀚 你对今天晚上的比赛有什么期待 比赛有什么期待 可以和这么多优秀的艺人在一起打球 然后还能见到NBA的传奇的球星 F3啊 皮尔斯 还有雷亚伦 就觉得很开心 很兴奋 那今天有很多本司好像可以去买了红色的衣服和裙子 来给你应援吗 你有没有感觉跟有压力 然后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吗 我觉得不是压力吧 我觉得是他们会给我很好的动力 感觉有人支持我 有人在替我呐喊 我觉得这是我就是曾经就是说 以前打球就有这种想法 就是有人看啊 然后有人为你呐喊 有人高喊你的名字 就浑身就是那个线上速就是激增的那种感觉 那为了今晚的比赛有做过什么专门的训练吗 好像有啊 就是有在就是工作之余 就是说进行一些打球的训练啊 然后练一些体能什么的 那然后就是跟中间的队伍有过磨合吗 觉得大家磨合的怎么样 说实话跟我打过球的除了凡凡啊 就跟我打过球的我比较熟的都在对面 都在对面 我这边除了我跟凡凡上次打过球以外 就是其他的我都没打过球 对面的我大部分都和我打苏星啊 晋福啊 刘帅良 张金江啊 加尔啊 大部分都有碰过 就是我们这边反而比较少一点 那你今年跟凡凡又成为定监作战的红柳队友嘛 你们对如何作战 包括战术什么有什么交流呢 然后知道这个消息以后 我就给凡凡发了信息 我就说去年很遗憾 我去年本来应该如果我们队赢了凡凡应该就MVP 然后我说今年 我说不管怎么样 我们一定要赢 我说因为我看到蓝队他们一直有在训练磨合什么的 这氛围都挺好的 我说今年我们红队一定要加油一定要赢 那你去年因为也有参加几个篮球连人赛 你觉得今年跟去年的状态相比有什么不同吗 因为去年是就是说感觉像是临危寿命一样 就是很突然啊 可能就平时也打球 但是就是说突然就得到这个消息去打就很开心很兴奋 今年是很早就接到邀请 然后呢所以会准备的时间会充分一些 那你预测今天能打几分 然后有瑞士金的MVP 我想的是应该要拿20分以上吧 MVP尽力吧 尽力 你觉得自己在球场上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就然后会给自己的球技打多少分 球场上的优势可能是速度比较快 然后中距离投篮还挺准的 然后打几分 七八分吧 嗯 那看你之前有晒过一个展示弹跳率的视频吗 感觉挺厉害的 就有测过自己的弹跳和摸高最好成绩大概是多少吗 嗯 应该在3米2最高的话 嗯 可能在3米2的样子 嗯 3米15 3米2的样子 那然后今天你们的红队是有皮尔斯做证吗 之前你有看过他的比赛吗 然后这次跟他一起合作感觉怎么样 嗯 怎么说呢 真的就是他也是刚退役的球星嘛 就应该是说我我这代人就是一直看他球打赛 我真的是也很欣赏就是皮尔斯 很喜欢像阿伦我都很喜欢 就是他们在赛场上都是那种 他们两个感觉有点就是相似的地方就是都很冷血 就是到了比赛最关键的时刻像阿伦和皮尔斯 都是最后的关键时刻就感觉把球交给他 他能够进皮尔斯也是就是哇就看 看过他们很多绝杀的比赛就觉得他们真的很棒 特别皮大爷就是那种感觉就是说 你感觉他可能不是很快速度也不是很快 也不是说那种爆发型的 但是他打球就充满热血然后也能进球 就是有一种就是他打到后期的时候 就有一种那种球场老大爷的风格 就是你觉得他不是很新 但你就是防不住他就那种感觉 那你自己最喜欢的MBA居心是谁的 我喜欢韦德 因为我刚开始接触篮球和爱上篮球的时候 就是他最辉煌最鼎盛的时候 那时候看他打球就觉得哇怎么可以这么厉害 那我就会去球场上去去模仿他的动作 然后我把他的那种技术动作 那你对于这次的比赛有多少把握你们队能赢 多少把握 这个真不知道 五五开吧我觉得 那如果赢了会给粉丝帮放点什么福利吗 这个还没有想到我赢了再说吧 会赢呢 那然后看你的微博感觉每天不是在拍子 速度连 spel 你还在打球 除ci年期请您 instant 招催 对没人过节 之前记得有个朋友发了一个 发弃披卷给我 上面就是 Basket boy is my girlfriend 他说这个就是你 我说对没错就是我 那你觉得篮球又带给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我之前还看过一张图 就是说工作不开心啦 生活不顺心啦 然后遇到什么困难啦 或者怎么样啦 然后就所有的镜头 可以去吃饭去干嘛去干嘛去玩 然后所有的镜头就只剩一个打篮球 就是我觉得 只要就是我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 或者生活有什么压力 或者有什么负能量给我 我很难受的时候 只要让我去打一场球 然后我就会回复好状态 那刚刚聊的都是关于篮球这个积极的东西 有没有因为痴迷打篮球误过什么大事 痴迷打篮球误过什么大事 就可能有的时候就是可能打了打 我忘了时间可能会迟到吧 嗯 那然后平时大多数时间是在片场拍戏 那跟剧组会跟哪些小伙伴 会跟在剧组会跟小伙伴一起找地方打球呢 一般去哪里的 会如果在剧组的话 首先我师父就是我 我跟我开车师父都已经就是很了解我到哪个地方 首先看一下周围有没有打球的地方 然后我们家师父就是说他不会打球 嗯 然后最近几个月就已经被我训练的就是可以像个就是陪训师一样 就是说可以给我传球啊 然后做些什么东西 他都已经就慢慢喜欢人运动 慢慢喜欢篮球 我觉得这就是带来给人带来的一种改变吧 嗯 那你在圈内有些什么固定的球友吗 圈内固定的球友 就反正恒电是最容易找到就是打球球尾的地方 就是我们大部分就是在恒电拍戏都会在大家在一起打球 那然后你会不会有时候一时兴起再接跟路人就直接过程 路人就是说 就是说 我打下场啦一场 我经常其实 fazer From other people 我经常去就是外面的野野野野场跟不认识的人打球 经常 我记得我在很刚去恒电拍戏的时候 当时也是新人了 就打到就是说 那个场就是整个就是横店就是那帮打球的人就是已经就全认识我了 就都知道我我打球的 不是我是打球是打开戏的 都知道我我经常会去打球就是 都知道我我经常会去打球就是 外场嘛因为人流量很多大家都是各自都是不认识的人组嘛 然后这一次去苏州拍戏也是 大家也都不认识我 然后我记得最搞笑的是什么呢 我一开始上去打球我说加一个我不认识嘛 然后他们都是认识的人嘛 我抱着球在旁边打了半天打了半天 突然有一个人小拇指就是摔断了 就那天打得非常激烈就断了 我看看然后他们就服了就就就就就就常常休息 后来给他们弄了一下好了嘛 因为可能经常受伤什么的 然后我就站在旁边我就很期待的 我说就是哎 也加我吧 就是让我加了 正好他下场了 然后我我上 然后就再去打 然后好人家就是让我上了 打了以后人家问我 他说他说你是不是什么网红 我说网红 我说为什么我是网红 他说看你长得就这么清秀啊 就是文文文静静的又白 他的肯定是个什么网红什么之类的 我说我不是网红 然后说哎呀 没想到一开始以为你就是说 就长得很清秀 以为打球肯定也是软软绵绵的那种 他说没想到打球起来这么凶悍 我上了场就感觉变身了一样 然后那个小孩可能也很小 95后吧 一直在问我 他说你到底是不是什么网红 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的 后来我就一直去打球 然后那时候正好是在NBA的那个 几乎总决赛的时候 后来他就有看到我去直播了 看到我去那个名人赛的那个宣传片出现了 然后他们就知道我是谁了 然后还说要来看这个球赛什么的 那然后现在都说你是90后男神 国民青春的男子吗 如果十分满分的话 你给弟的颜值打多少分 七八分吧 扣掉两分在哪 扣掉两分啊 扣掉两分应该问我妈 就是没有给我生的就是那种 就是叫什么 绝绝是美 然后听说你有运动机器记录创造者细疯子舞蹈机器中华曲库等错号 我觉得有几个还不错 什么记录创造者细疯子中华曲库 那然后你最近也在拍芸汇传 然后是跟芸汐一组CP 然后你们在片场的相处模式怎么样 经常会互相调侃吗 会啊 就是她是一个就是 我觉得小小 像小童鱼一样的女孩子 然后就是需要别人照顾她 然后需要被呵护的 然后现在她 就是我们会对朋友圈留言嘛 就是她看到我来参加比赛 就会给我留了一条言 她说 她说 她现在我说 我说我们俩一起演戏抱在一块儿 就可能有比较那个 就稍微接触 近距接触的心吧 她说有爸爸跟女儿的感觉 那我说对 我说我也有这种感觉 就在戏里可能也是就是说 比较照顾她 然后就是给她就是说 虽然平时很严肃 就像父亲啊 平时很严肃 但是就是关键时刻 比较温暖的那种感觉 然后她可能就要叫爸爸不好意思 她就老叫我妈妈 然后她说 就在这下面留言 她说妈妈你加油 然后我就说啊 女儿你在剧组好好照顾自己 就这样 你觉得你年纪也不大 然后被这样 你会不会觉得很崩溃 我觉得这是用相处方式 我觉得挺好 我觉得还挺好的 就是 就是 就是她确实就像个小姑娘的 她可能比她实际年龄 还要就是说 更小一点 我是觉得 那你俩谁的笑点更低 她的笑点比较低 就她在现场真的是 一控制不住就要笑 然后就一直笑 就停不下来 嗯 然后据说你自从当年秦王 驼背都治好了 这是个什么歌 就是 就是 因为秦王嘛 她是一个非常的冷俊 然后非常严肃很冷酷的一个人 如果这样的一个人是一个勾着背 然后很无精打采的 她就肯定是表现不出她那个气质和她的那个气魄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这个角色就是 就是 我真的是 就一砍三二一 我现在就默年 我是秦王 我是龙飞 然后我就 就一定是 都 我觉得就是 可能我觉得就是 对我来说有点别扭 但是可能观众看起来会有一些改变 就跟我平时的我 或者就是平 以前的角色会不一样 就是真的 但是我要 感觉是下巴要靠到胸上那种感觉 就我要 我就要注意我的下巴要顶到我的胸 我说话就要这样 就每次 然后肩要往后斩 下巴靠到胸 就这个感觉 就每次说话 嗯 那然后你之前也有因为运动优势参加过中海梦之队 急促前进来吧 冠军这些竞技类的节目嘛 嗯 接下去还有什么想尝试在这儿你修会的总理吗 接下来我就想特别想参加 嗯 这当然这几个节目我都特别喜欢 都想继续参加 但 当然有个 还没有去参加过的就是真正男子汉 我特别想去体验一下 因为我 我也很热血 我也 我之前就是说 没有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在读书啊 因为我有很好的朋友是部队里的 嗯 我都和他商量 我说我们要不要去尝试一下部队的生活 特种兵的部队生活 就是可以去尝试 但因为一直没有时间就是工作太忙了 没有机会尝试 我觉得如果去参加这个真人秀 可以让我感受一下 我觉得就是说很多 我身边有朋友当过兵回来以后 就完全是变了一个人 就是说可能是很胖的 或者是 啊很肉文 平时慢不经心的 或者怎么样的人 但是他进入到部队里 他出来以后 就是完全是一个另外一个人一样 就整个人很精神很挺拔 然后 气质都完全改变了 我觉得这是部队 一种魅力吧 给人一种严谨和守时 一种纪律性的那种表现 我觉得 我真的很喜欢 而且部队出来的人 都非常好 大家都非常好 嗯 好 大家就这些问题 谢谢 谢谢